今天9月4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沽》 今早有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我们会谈谈香港的印花税情况 看来财赢不是很败减印花税 另外也看到内地近期公布了一些金融和内房政策 所以我们会看看内房股的状况 是的,美股今晚就没事了 内地明天就会公布财身服务2PMI数据 我们明天也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国失业数据参差的三大指数 星期五是个别发展 美国最新公布的失业率高过市场预期 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 道指高开后最多升257点 中段一度倒跌 收市回升 收市升在115点 报34837点 升幅0.3% 标指微升8点 收报45155点 纳指微升3点收市 报14031点 内地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大升3%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 英国股市向上 法国和德国股市下跌 一起看看焦点被股 苹果、Meta和Amazon都是靠找的 Tesla有车款再度减价 拖累股价一度跌近6% 收市要跌5% 有越南Tesla之称的FinFast跌1.5% 收市整个星期计算股价跌了5.7%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星期四的收市普遍做好 美团比本港上的收市高出4% 折合133.94% 京东、阿里和百度都比本港收市高超过3% 港交所和比亚迪都比本港收市高2% 港交所折合312.05元 比亚迪折合251左右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上 现在升近57点 最新是报32,767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9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56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32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 现在最新是升87点左右 恒指是18,500点左右的水平 转头就会和Thomas详细谈 因为看到其实左右住港股 今早开市表现的因素都很多 不过我们在本港股市之前 我们先谈谈外围的情况 上个星期五都很多数据公布 美国8月份的飞农就业职位 新增升到187,000个 市场原本预期是升17万个 所以最新的数据 飞农新增职位的增幅 是多于市场预期 不过同时高于预期 还有失业率 由3.5%升到3.8% 市场原本预期是3.5% 即失业率的数据 亦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就是新增职位升 但是失业率同时升 美股上个星期五就各别发展 美汇指数就是104流上 美股今晚没事 在最新的数据公布了之后 其实劳动市场就放换 大家就看重点 劳动市场放换的部分 所以对加息的预期 其实就降了温 最新的数据就看到 在今年内 即是无论是未来9月那次 还是11月12月那几次的议息会议 大家预期加息的几率 其实就跌穿了四成 刚才看最新的数据 就只剩3.2% 预期今年会再加多一口息 另外 末日博士鲁斌尼说 市场如今可能已经升得太多 可能会导致下半年 美国市场会出现调整 MSCI全球指数 今年以来就已经升了13% 虽然上个月曾经因为 忧虑中国经济的复苏情况 一度回调超过5% 但是那个指数过去两个星期 其实就反弹了 他说到如果全球经济转弱 仍然有相当大的机会 出现一个硬着陆的可能 加上欧洲、美国和英国 有一个高通胀的情况持续 股市出现一成调整 并非没有可能 Thomas 你看完之后 你其实同不同意 阿努宾尼的说法 美股是否会出现一个持续调整的情况 其实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明显地如果你说 看今年的美国经济增长预测 是因为美汇一直的表现都挺好的 当然加息的预期降温的时候 可能对大事都稍微有一个刺激的作用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考虑 如果是不加息的话 但是欧洲其他国家 倾向上仍然有一个加息的压力 所以美汇回落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这个对于一个中线来说 就不利美股的表现 所以美股会调整也可以是预期之内 事实上上周五的时候 美国的三大股市 三大指数 其实都是一个个别发展的状况 见到的股市也是一个偏远 但是传统来说 如果不加息这个利好消息 对科技股的受惠 但是似乎现在就不是了 而且刚才Wendy也说到 Tesla也开始继续进行减价的状况 似乎现时去看企业的盈利方面 未来的前景的不确定因素 都会比较高 所以对于美股后市 我相信回调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你说是否会跌到一成 我看暂时未必会 如果你说简单是看道指的时候 暂时来说 三万五千点应该开始有点阻力 所以短期来说 升出的机会就不太大 但是你说下去的时候 暂时去看极其量 比较差一点的状况 都是看回三万三千点 一三万四千八百多点 对应三万三千点 其实都是大概是五六百多点的下行空间 未至于去到一成 当然如果你说是看科技股的时候 不排除会有这一个可能性 但是关键是看Namphidia 因为现在市场的焦点下了 这种强势股 如果看到它都显着回调的时候 可能对于整体美国科技股的沽压才会比较大 好 我们看看上星期的港股走势 上星期五本港受到 我开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好意思 本港上星期五受到台风苏拉的吹集 日夜市都是停市 星期四来说是向下的 全个月内计算了 8月份跌了接近1700点 恒指星期四高开97点 内地公布PMI高过市场预期 恒指升幅扩大到184点 午后最多跌170点 未试跌幅收窄 收市跌100点 报18382点 跌幅0.5% 国子收市跌24点 报6332点 跌幅0.4% 科指跌15点 收报4179点 跌幅0.300 全个8月份计算了 恒指跌8.5% 科指跌8.1% 国子跌8.2% MSCI换马 大市全日成交 增加到1365亿 创了一个月以来的高位 一起看看北水盘路 北水连续第九日增持港股价 金额28.38.38 中海游录得3.3万 北水正流入 美团有3.1万 工行有2.1万 中石化有2.6万 看看淨流出方面 腾讯有5亿北水正流出 中石油有1亿1千万 另外东方欣选有1亿 我们先和Thomas聊聊 港股的情况 上星期五遇到台风 蘇拉催集 停了市 周末期间 昨晚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网址发表了一个文章 简单来说 文章也挺长的 不过重点 坊间一再有声音 要求调低股票交易印花税 但他说到 数据显示 调低股票交易印花税 不足以结构性 长期性 刺激股市的交投 港府会透过成立专责小组 向外推广 以及持续在本港举行论坛 来吸引外资 其实再上星期五 内地下调了股票印花税 之后本港宣布成立专责小组 去刺激港股交投 本港业界同市场都有憧憬 有机会更减印花税 其实看回港交所的股价 一度上至接近320元的水平 但司长的文章也引用了一些数据 他说2021年上调印花税 之后交易金额和转手率 在初期仍然有所提升 但业界就说到 印花税高期除了影响小投资者之外 还在影响不少全球基金 在香港进行高频交易 所以两边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理据 你怎样看财爺出口说不减印花税 现在好像两方面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理据 以及都有发声的机会 但现在财爺出口说不减 其实10月施政报告是否没有机会减印花税 还是你觉得那个角力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其实那个数据 上个星期有些立法会议员 建议不单止减印花税 没有人倾向上暂停一段时间 印花税的时候 政府也是用相同的数据 来做一个举证 在某程度上也要考虑他举证的时间 就是当时港股比较表现差 严格来说 其实环球的股市都是一般的 98年的时候就是金融风暴那段时间 亚洲的股市比较差 98年到2001年的时候 中间过了千禧之后 那就是美国矽谷的科网股爆破 所以当然环球的表现都差 那投资气氛不行 那你自然成交就不太好 另一个方面去看的时候 去考虑那一个状况 就是2021年的情况 就是刚刚加了印花税的时候 成交就升了一点 这个财亦也有说到 所以他的举证就是 当时加了印花税 然后成交也升 某程度上 其实两段时间 似乎有一个反差在 就是说之前三度减减印花税的时候 成交量也跌 但是加了印花税的时候 成交量反而升 他举证那两个时点 就是由这个观点存在 但是我自己去看的时候 其实就不能独立只看印花税 你当然会看那个市况 是用当时的因素来考虑 所以短期来说 可能减印花税的时候 对于大市成交金额 未必有一个很必然的关系 不应该去看 加或减印花税 是会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但是如果减印花税 直接有一个负面影响 就是对于库房的收入 是会有一个减少的状况 而现时来说 香港的经济增长比例上 金融业占了两成以上 所以如果说减印花税 可能对于库房构成很大压力 所以才夜不建议减印花税 亦可以理解 但是不减印花税 也要考虑 到底有没有实际的举措 是真的可以推动到 香港的交投变得更活弱 现在针对的状况 成立的小组 就不是想推高港股的表现 相对上是想着 如何可以激发成交金额 是有一个上升的状况 才夜继续说 是一个走出去的观念 如果大家有留意传媒的报道 走出去这个观念 其实今年年初是用过的 当时就叫做说好香港故事 我自己今次想的时候 应该是今次叫做说好香港股市 但是一月那次看的时候 性效不太显著 所以暂时去看 继续走出去的时候 是否真的有效呢 我自己也是有一个保留 在这儿